政治大人物 企业CEO 有何成功的秘诀 至胜的绝招 周日Mr.Bick 请他们说分您 社会重要议题 台湾文化传承 哪些话题最新鲜 最有趣 周日Mr.Bick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 每周日下午3点02分 跟着主持人郭志珍 您也是周日Mr.Bick 各位中广新无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ick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访问到的是 康县杂地的召集人张敬慧小姐 敬慧你好 主持人好 敬慧我请教你啊 我在这一次 康介里面我看到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调查 国外的调查数字 好像说好像是台湾 在一个国际性的 所谓的临终病人死亡品质 调查报告中明列第 明列所有80个受调查国家 中明列第8名 然后亚洲好像是第一名 是 好像还不错 80个国家 我们这种所谓的临终病人死亡品质 是蛮高的 亚洲还名列第一 好 但是 那怎么 怎么我们现在刚刚来谈的 好像还有蛮多问题的 又去照顾机构这些东西 到底那台湾又又发展 安宁辽湖发展了25年 这么久 那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的台湾的老人 到底他面对自己生命最后的 临终的最后这一里路 到底有没有受到好的保障呢 其实在机构这块 其实真的是我们可以大力去做的 因为其实 呃现在这个大家孩子生的少嘛 那单身的族群也相当多 所以将来呃 我们现在大概是有4万个长辈 是住在这样子的长造 4万个 对 我们可以预期将来可能这样子 住在这个长辈 住在机构里面的人会越来越多 好 那这边我想可能要先请那个 今天会帮我们稍微做一点点小小的说明 这4万个老人经常住在这种的照顾机构 其实我们知道照顾机构分很多种 对对 到底有哪一些不同类型去 最主要去照顾哪些不同状况的老人 这个大家要先弄清楚 免得免得把那个把老人家送错地方 其实也不好 像安养机构 他收的是比较健康一点的长者 还有养护机构呢 安养机构他健康说 他可以行动自理是不是 对基本上是 就是没有说要到卧床那样的程度 那养护机构收的是比较轻度 到中度失能的一些长辈 对他开始有一些疾病了 可能身上也开始有这个管路了 比如说用尿管这样子 那长期照顾机构还有护理之家 是收比较严重的这个失能者 比如说他可能已经完全卧床 没有办法下床行动 他身上可能有有这个使用呼吸器 可能有使用这个这个鼻尾管 跟尿管 那护理之家 他是不这个不限年龄 比如说可能因为四五十岁 因为车祸 导致失能这样的情形 也可以去住护理之家 对 那刚刚提的这些安养机构 养护机构跟长期照顾机构 基本上是收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 差别是在这里 不过通常在这个送长辈 假设要送长辈去机构的话 这些机构都会评估他们有没有能力照顾 对 而且这些机构事实上功能不同 对 服务对象不一样 其实好像收费也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 好 那其实除了机构之外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那这个机构里面的这些照护的医护 照护护理师 是不是也有足够的专业的人数呢 我们现在这种专业的护理师够吗 照护护理师 其实这个机构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也都透露说 这个其实超收的情形还蛮严重 就是超收住民 超收住民 那甚至有这个 这个常常去机构做一些评鉴的一些 一些专家跟我讲说 他们曾经遇过很荒谬的状况 就是说他平常是超收的 可是因为今天评鉴 他们就临时把那个长辈推着那个病床 把他推到附近的公园去 天哪 对 所以 就为了评鉴 对就是要躲避 因为其实有一定的比例嘛 就是你这家机构可以收有几床 可以收多少人 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嘛 那他们常常超收嘛 那相对之下那个人力当然 照顾人力当然是不够的 对 好看样子 那这样听起来 在这种照顾机构里面的状况还蛮多的 那我就请教幸会说 现在就你们所了解 这是调查的报告里面所了解到 现在台湾这些照顾机构里面 照顾我们这些 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些长辈们老人家们 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在那边必须要面对 人生最后一路 但是现在的照顾机构到底缺乏什么 有什么不足 或是有什么障碍 让我们的老人家 其实最后是难以在那边得到好的生命的照顾 最后呢这个善终是走的 不是这么有尊严的 到底有什么状况 有什么问题 机构负责人是最重要的那个灵魂人物 他有没有这个善终的观念 他愿不愿意去推动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机构都是一个私人的一个机构 那我们俗话讲就是老板 那个机构的老板 因为其他的这个照顾人员 不管是看护也好 或者是护理师也好 都要听老板的 就是受聘着 对 那我我听到一个护理师 他就讲说他其实很想推动安宁疗户这件事情 可是他被他的老板骂呀 真的啊 他就说我老板就跟我讲说 住民都善终了 那我们要赚什么 真的是真的是老板的一念之间 他的观念到底有没有真的去重视这个生命 有没有想要 因为说实在的你经营照顾机构 当然你你我们相信你是要赚钱 可是既然做了这样子一个是一个一个这样事业 其实你就是一种生命事业 你就应该尊重生命 就应该有更好的道德跟观念 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去赚你应该赚的钱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其实现在这个老人安养机构 他们比较缺乏就是安宁疗户的 这样子的一个医疗人员的一个支援 像这个机构是有规定就是说 要跟临近的医院签约 就是可能每两个星期左右 会有这个医师来做一些寻诊 比如说长辈有一些慢性病 需要开一些药 哪里有什么不舒服 就有这些寻诊的医师来治疗 可是并不是特别提供安宁疗户 因为一个长辈是不是接近了生命末期 甚至是不是接近临终 这其实需要一些专业的判断 那原来来寻诊的医师 其实不一定有这样子的训练 对 那甚至说 当一个长辈到了这个快要临终的一些状况 比如他突然很喘 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送医 是 这其实需要这个医护人员专业的判断 可是这个 因为这个平常寻诊的医师 其实不是长时间的在这个机构 他可能两个星期才来一次 当这个业里长辈突然发烧 突然喘 这时候怎么办 没有人可以处理 也没人可以判断 对 可是如果说他有一个安宁 安宁团队的这个医护人员的一个支援 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 他可能业里是可以打电话 可以 可以咨询的 可以咨询的 甚至说到了白天 这个医护人员可以赶快的来机构看一下 这个长辈 他是不是已经到了真的快要临终的状况 是可以不必再送医的 我们让他好好的安详的离开 还是说这个长辈的状况是有机会可以治愈的 那我们当然还是要救他 这个其实都很需要这个安宁专业的这个 医护人员的一个协助跟支援 可是这部分我们现在是比较缺乏的 对 那现在有一些状况是说 有一些长辈可能一开始住院的时候 他已经接受安宁疗户 然后他出院的时候 可能因为家属可能没有办法照顾 那就必须送到机构 所以他原来的照顾他的这个安宁团队 就继续进入这个机构去照顾他 这是比较好的 对这是比较好 但是现在其实非常比较少 对比较少 那其实很多其他住在机构里面的长辈 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安宁疗户的 对 所以他们的生命可能就这样子 在反复的送急诊 急诊又进入加护病房 加护病房可能这个稳定之后 又被送回机构 然后等到下一次又有状况 又是急诊加护病房 急诊加护病房 这样子不断的就是说折腾了 所以很让人心疼 其实你刚提到说几个关键 第一个是机构负责的人 到底有没有这种观念 要做散终的观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牵涉到他整个营运 他所处理这些居住者的状况 第二个就算他有 其实他也需要依靠专业的安宁的 或者是专业的医师的团队 来帮他做一些判断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各种状况 能不能把这个居住者要送医 还是我们就尽量维持 让他的状况能够散终 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但其实就算这两个都有了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家属 家属到底 有些有的时候就是 就算机构负责的人 我有善重的概念 我安宁疗户团队也做评估了 可是家属如果说坚持要救 那还是得折腾吧 是 所以说刚刚也提到说 可能有一些家属 是比较少去探视的 所以他不太能够接受 就是怎么我半年前去看他 还好好的 是 怎么突然你告诉我说 他已经末期了 就是可能 可是他没有想到 其实半年对一个老人家来说 他的健康的变化 可能 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对 那加上这个台湾 因为这个 这个东方人啊 可能整个这个家族的观念 都比较比较强一点 所以常常 医生啊 医护人员也会觉得说 常常最后都不是这个 长辈没有机会表达 是 对那加上这个 在这个住机构的长辈 有时候意识已经不是很很清楚了 甚至有些 有些长辈是失智的状况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表达的很清楚 是 所以变得 其实在台湾很多都是家属的决定 对 好 其实常常这边我们真的是需要说 各位听友 如果说 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的家里面的长辈 甚至是我们自己去关注到 我们自己也会老啊 每一个人都会老啊 我们都会面临到这种病 跟老 跟死亡的阶段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应该 要先去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 如果我们自己老了 我们自己病了 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最后的 这样子一个中战的时候 我该怎么处理我自己 用这样的心情 其实如果你希望自己活得有尊严 生命最后还是尽量的是愉快 而且是觉得是自己受到尊重的话 那是不是也请同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长辈 好 那这边其实到这边 我们就去有一些重要的讯息 要跟大家 或是观念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其实现在在台湾的整个医疗的环境 这个体系这种健康的咨询观念里面 其实有很多需要被建立的 呃 大家可能知道说 我们要去建立所谓的生前 要去先把自己的一些 什么叫做DNR 什么叫做ACP 什么叫做现实治疗 这些东西各位听众 您知道吗 那但是这些东西很可能都对我们未来的生命 都有很重要的关键的因素 所以我们尽会或者麻烦你帮我们 真做针对这些东西做一个呃 一个介绍 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真的能够对这些现在所面临到 在医护上面我什么时候该该抢救 什么时候该治疗 什么时候我应该要要放弃 不要让我们的长辈再受那个痛苦 其实这样的观念 真的是越早去沟通是越好的 嗯 其实呃 身边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嘛 就是说当长辈已经生病了 嗯 甚至已经病重的时候 你很难再去开口 嗯 去谈这种生死问题 是啊 因为我们又担心说啊这是很很 老人家会被忌讳 对啊 觉得我都病了 你还在那边跟我问 我说 你说不孝子我都还没厌弃 你就要跟我谈这个 对对对 就是说在这个生病了 已经病了 就很难开口 所以最好就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平常的时间 有机会去聊到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事情 比如说假设名人生病啊 或者是过世啊 其实就是一个有新闻的报道 是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聊这件事情的机会 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真的就把它 化为白纸黑字 我们自己去签好这个DNR 嗯 那甚至是这个ACP ACP它的英文就是Advanced care planning 嗯 它除了这个不施行心肺复苏数以外 嗯 它还包括就是说呃 它的等于说范围更广 嗯 讨论到的更细致 譬如说要不要用点滴 嗯 或者鼻胃管管事 嗯嗯 还有选择照护者的地方 譬如说你你想要住医院嘛 有些人可能想要回家 是 可是有些人又觉得说 诶住医院我比较有安全感 嗯 其实这是可以及早去讨论 是 对 那你刚刚其实呃 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说 不实施心肺复苏数 是这个就是DNR 对对对 嗯嗯嗯嗯 OK好 那到底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去签例这样东西 其实哦 只要是这个这个 平常就去想到这件事情是最好的 其实不需要等到 不是说生了病才可以签这个问题 哎 gros 那其实你在任何的医院都可以签 ningún tema 还是 其实平常就可以签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这个安寧照顾协会 嗯嗯嗯 他的网站上就可以下载 哦 对嗯嗯嗯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预先把它签署好 其实 啊 放在放在一个 要放在哪里 要放在家里面 や放在什么地方 大家还知道说你签了这个东西 不然你签了我也不知道 它是可以助记在健保卡上的 所以签好之后 我们寄回安宁照顾协会 然后他就会帮你助记在健保卡里面 所以说这样子 你就不需要随身携带那个文件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家人 最亲近的家人沟通我们的想法 因为很多人签了DNR 最后还是没有算终 因为他们的家人舍不得 不放弃 他们不放手 那在台湾这样子 这个很重视这个 怎么讲 重视家庭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常常医生会说家属最大 这个白话讲就是这样 然后医生也会说 最后会告我们的是家属 不想怪师长生 所以说他们最后往往还是会听家属的 即便这个长辈已经交代说 不要就是说在我临重的时候 还要这个用这样子侵入的方式来挤救 但是很多家属未必能够能够放手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也没有要责备家属 因为家属一定是出于舍不得家人离开 可是可能在这个当下 我们就没有去尊重到 已经签署DNR的这位家人的一个想法 所以说 说真的签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但是后续那个沟通 你跟家人的沟通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其实不管怎么样 其实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了这么多 甚至跟大家介绍 现在这种照顾机构的状况 或者是问题 其实有很多现实情况 是难以再马上顺时间能够改变的 但是我们的观念确实可以改变的 如果说我们自己对于生命的这些一些观念 如果做一些事实的调整的话 我们对于家里面的长辈 甚至是对于自己老病 面临最后关头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有善终 有安宁的这样的观念 那在适时的时候放手 其实对于老人家 或是对我们自己未来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处理的方式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还是要谈谈这个照顾机构的问题 虽然刚刚静欢也告诉我们很多照顾机构的一些 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跟状况 那难道没有解决的方法吗 我们不是长照险也过了 我们现在开始也在做一些长照险的处理 那长照险能够 你刚提到的胡萝卜跟棍子 难道不能够执行到我们的这些照顾机构里面去 让他开始产生一些比较优化或直化的改变 让他开始有一些满足他的收益 然后同时又给他比较严格的评鉴管理的制度吗 难道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 我们休息一下回到节目中 我们来看看难道照顾机构不能够有效的管理吗 我们来看看能够有效的管理